央视画面曝光 歼15在前年已经投入量产 而最新的图片显示 第十架量产型歼15舰载战斗机已经入役 综合最近四架量产型的歼15舰载机 在辽宁舰飞行甲板停放的照片 以及第二批舰载战斗机八名飞行员 日前已经在航母上成功着舰的消息 有分析认为 歼15舰载机已经初步形成战斗力 习近平2013年8月28号到31号 在辽宁考察时 专程视察了沈飞集团 坐进了我国第一代舰载战斗机 歼15飞沙的座舱 并听取了沈飞研发歼15的情况 在央视这段短短的新闻视频中 还透露出诸多亮点 歼15战机的量产型号正式曝光 而且习近平与多达36位 海军舰载机飞行员合影 这个数量足以组建1到2个舰载集团 最近曝光的图片中出现的量产型歼15舰载机 机身编号为109 结合之前已经曝光的100号到108号 有军事观察值 这显示截至今年初 首批10架量产型歼15舰载机已经全部入役 特约军事评论员李小剑认为 早在2012年9月 辽宁舰航母刚刚入役的时候 外媒就认为 中国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 才能实现舰载战斗机在航母上的起降 但在短短两个月后 歼15就完成了在辽宁舰上的起降 这说明中国在舰载机相关技术上的发展 是超出外界预期的 而歼15的迅速量产和服役 表明中国已经完全掌握了重型战斗机 尤其是重型舰载战斗机的制造技术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下一批次的歼15生产和服役速度 可能会进一步加快 中国如果说能够完全满足整个训练 和这个形态战斗力的要求的话 整个舰载机的数量 我想要达到30到50架左右 这样一个规模才能够足够 而在时间上按照每年生产 10架到15架左右的这个速度来看 我想整个的时间还需要三年左右 对于航母舰载机来说 数量优势和作战能力的区别同样明显 以辽宁舰为例 参照其俄罗斯姊妹舰库斯涅佐夫号的配戴方案 24架苏33或者36架米格29K 因此辽宁舰配其舰载机 则需24架歼15 而未来中国一旦拥有2到3艘航空母舰 舰载机数量则需要达到100架左右 而尽早的训练舰载机飞行员 也成为当务之急 而日前第二批舰载战斗机8名飞行员 已经在航母上成功组舰 同样也说明辽宁舰距离行程战力已经不远 台湾军事专家宋玉宁则认为 目前辽宁舰行程战力只是刚刚开始 一个航舰我们看它还要搭配很多的这个其他的机种 比如说像美国海军来说它有预警机 那你将来怎么样 我歼15战机起飞之后我跟预警机去搭配 然后跟舰上其他机种去搭配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辽宁舰上也许它只有 歼15战机 你如果有其他的飞机上来之后 那这个甲板上面的作业又不一样又更复杂 实际上在2013年5月10号经中央军委批准 海军首支舰载航空兵部队就已经正式组建 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和飞行指挥员 观察至根据国际大中型航母的惯例 这支部队的建制可能是师级建制 根据当时参加组建大会人员的新闻画面 部队人数应该在300人至400人之间 有观察指 未来的舰载机训练将主要以上舰训练为主 而这也对双座型歼15提出需求 目前歼15舰载战斗机除了早期试飞型号和现役的量产型号以外 实际上也相继发展了伙伴加油型和双座型 其中双座型号歼15S在座舱设计上进行了一定的优化 为适应未来海战需要 航母舰载机需要一专多能 其中包括空战对地对海攻击战术侦察电子战 以及完成伙伴空中加油等能力 分析指双座型的歼15S增加了一名飞行员 使其可以承担更多的作战任务 不会单纯作为一款舰载教练机来使用 甚至有可能发展成为未来中国航母上的电子战机 事实上在充分挖掘主力战机潜力上 美海军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 美国海军专用的电子战飞机EA-18G咆哮者 就是在双座型的FA-18F超级大黄蜂的基础上 发展研制而成 EA-18G不仅拥有新一代电子对抗设备 同时还保留了FA-18F全部武器系统和优异的机动性能 先进的设计使得其无论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 还是在陆地上都能较好的执行基载电子攻击任务 甚至在模拟演习中有过击落F22猛禽的记录 因此有专家们评论称 咆哮者既是当今战斗力最强的电子干扰机 又是电子干扰能力最强的战斗机 在一种型号的飞机当中 在一艘舰上能够搭载的各种飞机当中 多架飞机当中 其中有那么一两架担负预警 担负电子干扰 和其他的作战飞机协同起来 速度和维护的水平几乎都是完全可以同步的 所以这样的话就发展起来更快 而歼15要向更加广泛的多用途发展 除了大家熟悉的空战攻击等任务外 还有一个必备的就是伙伴加油能力 近日歼15挂在伙伴加油吊舱的照片被公开 显示中国舰载机部队已将空中加油训练提上日程 在二战中很多舰带机就是因为在空战之后 燃油耗尽无法降落航母而坠海 因此战后空中加油技术就越发的受到军事强国的重视 由于伙伴是空中加油具有极强的任务灵活性和适应性 所以美俄等国家很早就发展出自己的伙伴空中加油技术 据统计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 从2003年3月21日到4月9日仅仅的19天 美国海军舰载机FA-18就执行了216次伙伴加油任务 所谓的伙伴加油就是战斗机之间的空中加油 伙伴加油是战斗机 尤其是舰载战斗机部队必须要掌握的作战能力 因为在航空上难以部署大型的加油机 以满足空中加油的需要 通过伙伴加油可以延长舰载机的制空时间和作战范围 外界认为滑越起飞制约着舰15的起飞重量 就直接能想起战斗力 那解决这个问题最现实的办法就是轻游起飞 然后完成空中加油任务 这样就可以解决舰阳5提高武器挂载的难题 可以携带新型的大威力反舰导弹和中远程空空导弹 完成突防任务 不过伙伴加油将会减少航母作战飞机的数量 举个例子 要保障一个4G的作战编队 可能就需要两架伙伴加油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 而辽宁舰的航母甲板能够提放的飞机数量是比较有限的 根据同极舰库兹利佐夫号的数据 在最大停机区的状态之下 它最多只能够停放12架飞机 这也是库舰一次出击最多能够放飞的飞机 这样航母就需要抽出4架飞机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飞机来进行空中加油保障 虽然提高了舰载机的作战能力 但是也明显的降低了航母的作战效能 因此未来必须要发展弹射起飞航母 才能够真正的发挥航母战斗机编队的作战效能 实际上 歼15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一款重型双发舰载战斗机 可执行至空至海等作战任务 它配挂多型精确制导武器 具备远程打击和昼夜间作战能力 有军事观察指 歼15跟美军FA-18C地形处于同一水平上 我们的歼15飞机相当于美国人的FA-18这种战斗机的作战水平 包括它的载弹量 包括它的对地对海的攻击能力 以及空中作战的能力 对于中国的海军舰载机来说 我想重要并不是单机的性能和美国的去做对比 因为对于中国的航母编队而言 航母母机器编队的这种编程作战方式 这个训练方式 补给方式 这些方式反而需要在这个以后的训练和这个作战的这种训练之中进行摸索 我想这个对于单机的性能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好的马上连线北京演播室的军事专家王明志先生 王先生你好 那么有观察指出歼15距离完全具备战斗力还是差些火候的 那么您认为歼15一旦入役如何执行为航母夺取海战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任务 是否需要舰载预警机等特种战机的配合 航母战斗群这个中间的舰载机或者说是歼15飞机 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需要空中预警指挥机来给它提供空情的 同时还需要由空中预警机来给它提供空中战场管理 由于信息化的空中作战中间自信息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舰载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 特别是在执行空海打击和游海向路的这样的打击的过程中间 需要夺取自信息权 因此舰载机作战的时候还需要有电子攻击机执行任务 由于在沿海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还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 因此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间还需要有一些战斗搜救的直升机提供保障 由于舰载机是在航母战斗群是在远海执行作战 它可能会面临潜艇的威胁 因此舰上还会有配载反潜的直升机 同时在海上进行作战的时候 补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根据国外的发展的情况 航母战斗群在远海作战的时候 除了得到军舰的水面的及时补给以外 在进行快速补给的这方面 还需要通过直升机或者说是固定翼的运输机 给航母战斗群提供快速的保障 所以航母战斗群在形成战斗力这个过程中间 不仅仅是作战飞机这一项 它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进行支撑 另外有分析称 现在美国籍盟友已经确定F-35C为未来航母舰载机 而我国的歼-15作为三代半战机与四代隐形战机F-35 是有代差的 那么未来我们需要更先进的四代舰载机 对于这种说法您认同吗 应该说就现有的这种情况来看 需求和可能之间一种平衡 歼-15我认为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 战争中间总是交战双方是一种相对的 这样的这个力量的这种平衡 歼-15和这个F-35这样的这个对比来讲的话 两种飞机是一种是跨带的 所以两种飞机在这样进行对比的时候 歼-15相对于这个下一代的这样的F-35来讲的话 它具有它的一种相对的劣势 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种战争中间这种绝对的均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人在这个过程中间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对于作战的胜负是有相当重要的这个意义 从第三个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发展歼-15 并不是靠这样一型飞机来单打独斗 而且对于歼-15来讲 也不是就它一种状态来进行单打独斗 它会是一个系列的 同时第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去年的珠海航展中间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我们不要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下一代的战斗机 这个歼-31上舰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我们未来的舰载机 也是有可能进入第四代战斗机这样的一个时代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